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acle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学习CNAC的语句详解的下一个知识点 Where条件 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学习的查询 之前我们学习的查询呢,是CNAC的列明一逗号 列明二,等等等等 From呢,表明 封号 注意,这个封号必须是英文的 那么列明一呢,我可以使用 二次语句 给它起一个列的别明 一 二次列的别明二 等等 这是我们之前学习的CNAC的语句 简单的查询语句 但是呢,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就是 加上Where条件的CNAC的语句 Where条件是什么意思呢? Where就是满足某个条件的语句 我才会怎么样呢?满足某个条件的语句 或者说是记录,我才能够查询出来 如果不满足,我就查询不出来 在这里我们要用到的就是Where子句 Where之后跟的是什么呢?是条件 好,这里有一个事例 我要查询呢,雇员姓名是Smith的雇员编号和职位 那现在呢,因为我对EMP表不熟悉 所以我就CNAC的新看一下 哦,它有这么多个列 那么我要查询雇员姓名是Smith的雇员编号和职位 职位应该是Job 好的,如果我要完成这个 请注意,我最终要得到的东西就是我的CNAC之后的东西 那就是EMP number 职位是Job 但是我这样子就完了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这样子的话,我会全表查询 查询出所有的雇员的雇员编号和职位 那么现在呢,我只需要查询Smith的怎么办呢? 写上Where Where什么呢? Where Elem 这个列的列名叫做Elem等于单引号 Smith 好,请注意这个地方用的是单引号 上引四课我们学的列的别名用的是双引号 但在这里,Smith代表一个字符串长量 字符串长量在C口语句中用的是单引号 好,我们的Where条件是Where Elem等于Smith 好的,Smith的编号是7369和Clock 验证一下,果然是编号7369,职位是普通的职员 这个的确是Smith叫Smith的这位员工的雇员编号和职位 好的,这个就是Where条件的连号,也就是说我是根据条件去查询相应的记录 而不是获取权表的记录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组员工的职位是Clock E-R-K的所有雇员的名字 可以看一下,C-N-K的我只需要得到名字 所以是E-L-M,From E-M-P,Where就不等于,记住这是等价于的意思 C-L-K,好,注意封号结尾 C-N-K的E-L-M,OK,得到了四条记录 有四个人,他的职位都是普通职员 好,这个呢,就是Where,在C-N-K的语句中应用Where条件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Delete语句中应用Where条件 当然我不去执行他,意思是只是删除E-M-P表中 职位是Clock的记录 好,也可以在Update语句啊 或者说是其他的语句中应用到Where条件 OK,这个就是C-N-K的语句的Where字句 Where条件的应用 同学们,学会了吗?我们下次课再见